我们常说预防生育治疗 有没有想过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有什么不同呢 在治疗医学中 治疗treatment是使用药物 可以暂时舒缓症状 控制病情恶化 而预防医学说的是治愈Q 是靠人体的免疫力 没有的免疫力啊 即使药物在人体也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治疗和治愈它是有区别的 大部分的疾病都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你知道吗 感冒药只是舒缓咳嗽 伤风 头痛等感冒症状 它无法毁灭引起感冒的病毒 抗生素只能消灭对它敏感的细菌 剩下来的细菌就必须靠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杀死 治疗它必须付上代价 因为治疗用的药物以及副作用 可能比疾病来得更严重 举个例子 当我们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细菌反染的时候 尽量必须控制精准 高尽量的抗生素 会让病人死于肝和肾甩节 甚至自体免疫疾病所使用的肋骨唇 会把免疫系统压抑下来控制红肿发炎症症状 但患者就因此更容易得到感染甚至癌症 所以免疫系统才是保持健康的王道 预防比治疗更有希望 预防比治疗更加容易 只要免疫系统足够强大 我们就可以从疾病中抗护过来 使用高能量的植物营养 提升免疫系统 就能够做到治愈 关注我 我们一起越来越健康